市民动画工作室皮克斯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近日宣布将裁减14%员工能力 共约170人遭到解雇 这是皮克斯10年来最大规模的裁员行动 反映了母公司迪士尼对于旗下优务的全面成本控制 这项裁员座司迪士尼新任CEO罗伯特 埃格巴巴埃格上任后为提高盈利能力所推动的一连串调整之一 埃格去年底从长迪士尼大权 随即改变前任CEO查佩克大量投入原创影音串流内容的策略 开始推动削减串流内容开发成本 根据皮克斯总裁吉姆·莫里斯的说法 被解雇员工已于上周15月21日收到通知 并将获得一定程度的离子补偿金 未来皮克斯将重心转回制作长片电影 作品能将优先在电影院上映 之后才会登上迪士尼家串流平台 这项调整反映了迪士尼对于旗下串流媒体服务迪士尼家的经营策略准变 前任CEO查佩克会提供丰富内容吸引订阅户 大量征聘人手制作原创影集 却未能在疫情期间民众归影习惯改变的情况下获得理想收益 迪士尼近年来上映的动画长片 也未能在票房上有亮眼表现 最近的元素方程式和巴斯光年更是残淡收场 在此背景下 成本控制成为当务之急 最爱格上月透露 迪士尼过去两年损失高达40亿美元 为了减轻负担 今年将动员至少75亿美元的年度成本削减计划 其中包括裁减约8000名员工 以及大幅调整内容制作策略 有分析认为 皮克斯此次财源 虽会对动画业界就业市场带来短期冲击 但长远来看 回归制作院线电影长片 将有助于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未来皮克斯将推出的作品 包括今年唯一的原创电影系列Wing or Loose 预料将市市场还引迷竹目的焦点 迪士尼持播调整不只是单纯的节流 更反映了串流媒体市场的激烈竞争态势 在消费者宽频网络使用成本上升 生活物价高涨的环境下 各家业者都在为吸引更多消费者订阅和打折扣大战 在这场战争中 拥有优质内容将是致胜的关键 因此 迪士尼高层显然认为 投入过多资源制作中小型影集 反而可能会分散品牌实力 削弱在院线影业多年来建立的优势地位 透过精简能力聚焦核心业务 皮克斯和迪士尼 期望人在未来的竞争中更加宁神专注 为观众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优质作品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